這兩三年回來,受過農委會輔導 我們是在台中改良場 然後學的就是一步一腳印 然後從生長到收果 它都是用有機脂肥料還有一些有機液肥去栽培 那當中如果說有一些技術性問題 或是又一些冰蟲害問題 我們都會透過台中改良場老師來幫我們輔導 讓我們可以更進步更成長 我們是第一屆百搭青農 那我們是因為剛好回來的時候 剛好有這個計劃 農委會有這個輔導計劃 因為讓我們年輕人可以回來務農 因為我怕也有一些斷層 再來就是在台灣立足點上 可以讓台灣的農業讓年輕人接手 然後未來的話會更好 目前它是今年第一批的紅農果 那大概預計大概一到兩個禮拜就可以採收 像這個如果是要採收的時候 就是有像已經轉色 可是這個你看喔 它摸的時候還是會有硬硬的 要摸這個尾端這邊 在栽培的過程就是要套網子 那我看到這個地上有非常漂亮的太陽花 對 這是種的好看的嗎 其實它是很美觀很漂亮 那再來就是它可以在那個土壤可以讓它有所保濕 像這個喔 因為紅農果它 像這個水分 這個裡面它水分就會蠻多的 那這種紅農果它 它在生長的時候 它那個你看這個 這個會變得軟軟的 枝條會變得軟軟的 然後因為水分的話它很需要 特別是在長果的時候 或是長枝條的時候都很需要 在保水的效果上 我們平常就要做好它有 有那種保濕的作用 然後達到那個 紅農果實在就會健康 對對對 它會補充更有效率的補充它的水分 是是是 果花需要透過蜜蜂去受粉 雖然它是會自動受粉 可是我們蜜蜂 就是受粉叫倒數肥的話 它會讓它成功開花 會更漂亮 對 像這個 這個就是 今天晚上可能準備會開花 這兩天大概都有開花過 像這個就有開花過 你現在是一株就留兩果是不是 一株兩果或三果 目前就是 多的就會束活掉 對對對 因為這個 老師也有講過 它很會生 可是你要給它 足夠的陰陽 那你生太多的話 它就是會很小顆 這個是相對的道理 對 這個是第一批生的 可是我們只留幾顆 因為第一顆的話 它會比較正圓 所以我們這個會比較少 那再來就是畫 第二批的話它就會 色澤就會變得很漂亮 對 這個還在轉色當中 那我們平常在栽培的時候 會注意的就是 因為 這個花 太陽花可以保濕 然後我們常常就注意它的 我們常常會捏它這裡 對 捏它這裡就是 欸這個 這樣是果還可以再生果 像我們可能第一批 第一批果它就 15天就一批了 那第一批我就留兩顆骨 可是我會再摸這裡 如果它的飽 飽和度還夠的話 我會再留兩顆骨 然後第三批可能它會比較虛弱 我就留一顆骨